1985年由红尽宝监制刘管伟知道 林郑英、许冠英、钱小豪等明星主演的江世先生 不经意间开创了《灵幻江世片》这个电影流派 《灵幻江世片》作为香港电影的代表产物 曾风靡90年代的亚洲市场 而随着黄金时代的落幕 江世电影也在新时代的滚滚浪潮中褪色 颇有一种让人唏嘘的感觉 但是诸位有所不知 其实江世先生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并不是英叔 而是他的两个徒弟 钱小豪和许冠英 两个徒弟在片中的戏份很多 都有完整的电影线 而英叔其实就是工具人 在演员表上排第三 结果电影上映 没想到捧红了英叔 这可真是造化弄人 不过咱们今天要说的不是江世先生 而是自江世电影《落幕》之后的20年里 最好看的一部 青年导演麦这龙地震撼处女作 故事开始 过期的江世片演员钱小豪 只身带着行囊来到一处破旧的居民楼 这栋大楼阴森无光 处处透露着一股压抑的气息 楼管燕叔带着钱小豪来到2442房间 燕叔强调这间房子是干净的 但他却心虚的敲了伞下门才开宿 经常出差的人应该知道 这么做是事先跟住在房子里的东西打招呼 有生人要进来了 竟回避 这还不算完 燕叔进屋之后又掏出三根香拜了拜 这里的烧香是已是客气 让鬼魂吃饱 驱散怨气 不过钱小豪并不在意这些 拍了半辈子僵尸片的他 要比燕叔懂得多 如今妻离子散的他生活困顿迷茫 来这里就是为了自杀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鬼 临走时他给了燕叔一份小费 这里就是暗示之后要自杀 还要燕叔帮忙处理尸体 抽完一个烟 小豪登影子上绳了 在这个窒息的过程中 他半生中的高光时刻 走马观花一样一一闪过 可终究归于尘土 就在这时 房间里的东西动了 一个女鬼凭空出现 要上小豪的身 关键时刻倒是陈友感到 飞身砍断绳索 随后掐绝念咒 驱散了女鬼 被救下的小豪 为了感谢陈友道长 来到了楼下 有叔开着大排档 点了一份糯米饭 有叔坐到一边 默默的吸了一口烟 感叹声不逢时的悲哀 陈家的三代人 都是猫山道士 出门从来都随身携带糯米 以备不时之虚 看过僵尸片的观众 不会陌生 糯米是打击僵尸的戾气 可是到了今天 也只能作为 饱腹冲击的口粮了 可悲可叹呢 陈友只能炒糯米饭 而钱小豪只能吃糯米饭 同是天涯沦落人呢 但并不是每个演员 都像钱小豪一样落魄 也不是每个道士 都像陈友一样落寞 大楼内还有另一位高人 道士九叔 不同于陈友 九叔依靠自己的本食 吃香喝辣 日子要好很多 可是他因为烟酒过度 肺癌晚期 身体非常直畅 需要不断地吸取 小鬼骨灰续命 这里具体的续命方法 太损心得 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主要是牛叔也不知道 骨灰续命 终究是饮阵止渴 九叔的身体 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如果他想苟活下去 恐怕还得用其他方法 于是九叔又在偶然 得来的一本残片秘籍中 找到了一个 彩阴补养的方法 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这个彩阴补养 不是那种 而是那种 就是拿一个男人的躯体 作为容器 装载女鬼的冤魂 形成一个完美的阴阳循环 给自己延续寿命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介绍女鬼了 想要墙上小豪身的女鬼 究竟从何而来 这里面还有一个 童年趣味小故事 话说阿凤与丈夫 原本是2442的住户 可身为老实的丈夫 却是个一关闲创 在给美女双胞胎 补课的过程中 强行点误的姐姐 妹妹拿起眼刀 奋起反抗 结果姐姐流血过得死亡 妹妹也上吊自杀 姐妹在死后化为厉鬼 长期盘踞在2442房间 阿凤在下班后 回家看到家里的惨状 当时就被吓得失了心智 从此和儿子在大楼里流浪 小豪在听了这个悲惨的故事之后 遇到了疯年的女人阿凤 和儿子小白 或许是想到了自己的妻儿 还想上去安慰一番 结果却遇上了阴兵戒道 这里又有小知识点了 阴兵戒道自古就有记载 一者大战过后 此去的士兵冤魂不得超度 留在原地集结成群 向过往的行人发起攻击 二者是阴曹地府的使者 也就是牛头马面 出现在人去世的地方 将死者的魂魄带走 那么这个大楼里 为什么会出现阴兵戒道呢 因为九叔出手了 他要谋取一个男人的性命 此人就是楼上梅姨的老公 东叔 东叔在倒垃圾的时候 听到楼里 隐隐有小孩子的哭声 就在他去探查究竟的时候 脚下一滑 从楼上滚了下去 当场毕命 而那个哭泣的小孩 其实就是九叔养的小鬼 梅姨见到丈夫的尸体之后 慌不择路地 向很有能耐的九叔求助 希望神通广大的九叔 能让丈夫起死回生 岂不知这正中了九叔的圈套 就等着你来找他呢 九叔开始做法 他让梅姨挑四阴之地埋食 保证肉身不服 以乌鸦血代替鸡血 配合凶手的八卦镜 吸食阴气 然后药器覆盖石臭 再给东叔戴上铜钱面罩 镇压石器 七日之后 头七回魂 你老头子就可以重生还阳了 火棒烂跳的 一口气上八楼 这里还得细说一下 鸡代表阳 是唤醒太阳的生物 雄鸡就是大阳 因此在古代 雄鸡血是驱散阴气的好东西 而乌鸦与鸡相反 是极阴之物 起食腐肉吞吐阴气 因此乌鸦血是凝聚阴气 最好的媒介 这里按照九叔的安排 东叔的尸体会变成 最好的女鬼容器 但俗话说得好 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本来九叔给梅姨说的明明白白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东叔的棺材 接触到地气 这样容易加速失变 结果梅姨这个老太太 人马不懂 完全凭自己的心意胡来 把东叔的棺材落了地儿了 又怕东叔呆的不舒服 把他取出来立在地上了 结果一下子加速了东叔识变 好了 这里先按下飞速识变的东叔步表 来说说九叔这边 自以为安排妥当的他 开始准备抓取女鬼 他偷袭了新来的租客前小豪 把引鬼符头贴在小豪额头 想要把双胞胎女鬼引到小豪身上 然后顺利收服 结果双胞胎女鬼同生双命 何其连值有魂无魄 不是一般的恶鬼 九叔准备好的抓鬼手段 统统用不了了 被捏着脖子好顿手势 险些被姐妹俩反杀 好在陈友及时出现 二人合力将双胞打出小豪身体 困在了大衣柜里 陈友很是气愤 狠狠地抽了九叔一巴掌 用别人的性命引恶鬼 你可真够狠的 可九叔说自己早就想和陈友联手抓鬼了 可陈友你不干了 自己只能出此下策 陈友无奈 既然小豪没事双胞也被收服 那么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综鬼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然而陈友哪知道 九叔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觉悟 他收双胞只为自己服务 双胞已到 东叔那边的勇气在制作成功 那么他黑衣倒是王天九 就又可以快活几十年了 小豪这边还挺高兴 既然2442的恶鬼已经被收服了 那么阿凤和小白就可以回家了吧 阿凤这么多年来 头一次回到自己家里 就因为丈夫的一个恶念 造成了这么大的罪孽 如今房容的恶鬼已去 自己和孩子也可以过新的人生了吧 三人拿起手机 点了饿了沫外卖 吃的是豆浆和油条 虽然不是那么丰盛 但终于有了家的感觉 梅宜这边每天还在心心念念 老公回来了吗 每天晚上11点 东叔就会睁开眼 似乎是回了一半了 这让梅宜越发思念东叔 每天都在回忆 她和丈夫的点点滴滴 心急之下 她又去找九叔询问情况 怎么回事啊 老头子每天只是头发和支架 呈呈的仗 完全没有复活的迹象 他问九叔有没有第二种方法 加快速度 九叔给出的答案是 童子鲜血 你买得起吗 这里的目的是让梅宜直男而退 还有就是他一再叮嘱梅宜 童前面罩千万别摘 童前见服尸 这个还是毛山道士的秘法 前属金在人们手中不断流转 就沾染了阳气 有金有阳乃是克制僵尸 镇压尸体的不二法门 这就是为什么东叔戴着面罩 只能睁眼 不能动的原因 而在这时 大楼的楼管燕淑 已经好几天没看东叔下楼溜弯了 疑惑之下 就强行进入梅宜家询问 这个时候的梅宜 在思想觉悟上 按照咱们的话来说 属实有点偏激了 怕老头子的事情败露 干脆拿烟灰缸拍死了燕淑 有了这一次意外 梅宜基本上已经丧失理智 从他正式练食开始 就叮嘱过小白不要来家里玩 可是小白还是来了 并且说要上厕所 让东叔反乘的执念 已经把一个善良的老太太 逼成了疯子 在思索了几秒钟后 梅宜起身 把小白送到了厕所里 然后亲手关上了门 因为他知道 今天面罩会阻挡东叔吃饭 所以他还不停劝阻地 解开了面罩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 东叔因为通知血的缘故 从一个完美的容器 不经意间净化成了 强大的丧尸 当陈友察觉情况不对 来梅宜家溜达的时候 只见房子里墙壁上 地板上全都是血 就连九叔也被僵尸 打得奄奄一息 人知将死千也善 九叔将自己的计划 河畔托出 原来他已经 非安晚期很久了 按照正常情况 他早就该死 可是他学过 借阴还阳的方法 不断从阴人身上 借阳寿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梅宜的心这么狠 居然陷进了小白 又摘掉了铜钱面罩 结果把东叔 炼成了铜石 九叔彻底歇菜了 啊我死了 话音刚落 腿一灯 撒少人寰 另一边 阿凤因为迟迟找不到 儿子小白 就来到了梅宜家 结果在厕所里 看到了令人绝望的惨象 精神崩溃的阿凤 管不了许多 干脆抄起棍子 和僵尸打在一起 可阿凤毕竟肉体凡胎 哪里打得过 铜皮铁骨的僵尸 一个回合下来 就被打的奄奄一袭 关键时刻 小豪杀盗丢出一把火 吸引了僵尸的注意力 结果僵尸在反击的途中 打翻了装有糯米的米筐 被压制在地上 分毫动弹不得 哦难道这么强大的僵尸 就这样被降服了吗 哪有这么简单 本篇热闹的地方 到这才刚开始 咱们前回提到过 双生女鬼 同生双命 何其连织有魂无魄 而黑衣倒是王天九 练出来的同时 铜皮铁骨裂选呆蒙 有魄无魂 这就有意思了 有魂无魄和有魄无魂一相逢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阴阳调和之下 风调雨孙 由此以来 第一支有魂有魄的绝品 将是宝宝 诞生了 各位金珠老爷 欲购从数 这可是超级属性的好宝宝 成长起来横扫地球 培养好了征服宇宙 好了咱们数位正观 此时双生女鬼 已经闻身赶到 把自己的冤魂之力 钻入了僵尸大脑 两个强大无比的 阴间生物易容和 基本上就人间无敌了 钱小豪捏袋袋 愣在当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瞬间就被钢管 扎到了腰子上 扎出个大窟窿 然而这样 小豪还是没死 他找到了陈友道长 在小豪的坚持下 陈友向天诫命 在他身上以写画符 暂时流入一口气 随后又用拖拔 在地上画符建立结界 这道符咒还有门道 设定大将军到此 大将军指的是中奎 中奎专于捉鬼 因此在结界内 鬼屋的力量被大范围压制 然而这些还是远远不够 陈友又以自身惊血 驱动茅山神器 五行罗庚盘 在中奎结界内 又强行加入了五行大阵 金木水火土 五行之力斗僵尸 如果这五阵下来 僵尸还没拿下 那么全人类 就可以在公屏上 大出鸡鸡 而钱小豪则拿着陈友的陶木剑 踏入阵中 与无双僵尸死战 结界内蛮横 僵尸肉身无敌 不死不灭 钱小豪则五行加身 不断变换 一人一鬼 打的难解难分 不分伯仲 五行流转 金木水火土 五套大火 人流来一遍 结果僵尸皮糙肉后 不痛不痒 此时的陈友道长 作为阵眼 已经被五行罗羹盘 扭断了胳膊 而五行阵法 也走到了最后一个火阵 中魁结界 也到了破罪边缘 眼看着大势已去 身后太阳照常升起 陈友生无可恋 干脆硬拽没走线 决定和丧尸 同归已尽 咱们不得不说 要说这个世界上 谁最强 还得是咱们的好大哥 大太阳 任何鬼物都不好使 无双僵尸 身中火阵 再加上太阳的紫外线攻击 浑身冒起大火 瞬间燃烧殆尽 门一看着面目全非的东叔 心如死灰 为老伴殉情了 这么大宿主的感情 还这么深 也真难得 僵尸体内的双胞胎女鬼 也烟消云散了 转世投胎去了 至此本片就可以结尾了 但是随着小豪的一顿腿 有意思的反转来了 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小豪孤独吊死 而有叔是大牌档里的普通厨子 并不会什么倒数 寡妇阿凤和小白 过着平常的日子 并没有封 保安燕叔打着瞌睡 门一的丈夫也早就藏了牌位 没有僵尸也没有女鬼 更没有轰轰烈烈的生死大战 所有的故事 似乎都是 钱小豪死前的一个剧本 把大楼里见过的人 都安排上角色了 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 精神分裂式结局 但是关于结局 还有另一种解读 双生女鬼和僵尸大战都发生过 只不过是小豪 从口放大之后 思维还在运转 他的意想中 那些死去的人 应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有叔阿凤 小白 燕叔 梅姨 都应该有美好的生活 该死的人 只有他钱小豪一个 但是他还有儿子来收骨灰 真棒 好了 咱们也不用纠结 这两个结局 哪个才是正确的 你认为哪个就是哪个 我是牛叔 喂宝宝去了